关注陷入油品风波的老字号泰山企业 被执意在葡萄籽油当中添加了同叶绿素 为了曾经绝无混忧或是欺骗消费者 泰山董事长詹岳玲 是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来看现场 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厂家 也绝对没有参加同叶绿素 那大家一定会舆论 那现在这个发展至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也跟我们的主管机关有了多次的检验 首先我们对主管机关现在已公告的检验方法 我们透过学者们的鉴定之后 认为说它是正确的科学的方法 只不过它是一个定性不是定量的检验方法 也就是说检验出有同叶绿素的含量 不代表它是有参加 也不排除 它是一个定性不是定量的检验方法 也就是说 詹岳玲刚刚做出的最新说明 他表示产品当中绝对没有添加同叶绿素 而同时今天也邀请了西班牙维多利亚 厂商也都来出面说明 稍后有尊重状况随时带您查播 而我们同时再带您看了 现在目前看到呢 这个詹岳玲呢 他正在做最新的说明 我最近就要靠马来看现场 它是容许0.1到0.4TPA含量的存在 这是天然的存在 那因为葡萄籽油细于植物性 所以它本身也会存在绿素 在精炼的过程当中 是否铜叶绿素会产生 把叶绿素里面的酶 因为有水还有加热的过程 让铜燃入这个铜叶绿素这个里面 这是我们现在大家要去厘清的方法 所以再次的我说 TFDA的检验方法是有科学根据 但是当然因为是定性不定量 不代表这是有参甲的行为 添加的行为 那我们朝着大家来呼吁 现在的国内的业者 以及我们国外的业者 针对这个背景值的进一步厘清 针对这个铜叶绿素出现 我们看到张月琳做出说明 同时他是信誓旦旦的表示 产品是绝对没有添加铜叶绿素